哈喽大家好,我是接受练小姐Jennifer 前几天我们有跟大家讲到Arbitron的空头 那想必大家都有来查过自己有没有办法拿到空头 再次的恭喜所有拿到空头的朋友 这一次的空头真的是一件大事情 想当然大事情嘛 所以很多的交易所都推出了活动 那今天Jennifer就来跟大家分享说 上一次在Blur空头的时候表现不错的Big Ed 那这一次Big Ed他们呢也准备了 Arbitron的空头的一些充值跟交易的活动 又来给大家哦 但是呢如果说你是没有拿到空头的朋友 也可以持续的停下去哦 因为呢也有直押其他币去赚ARBB的这种相关的活动 那等一下会来跟大家说哦 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是还没有Big Ed账户的朋友呢 也欢迎你到影片下方找到Jennifer的连接注册起来哦 那Jennifer呢会时常的跟交易所去争取福利 来给使用我的推荐码的朋友 如同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空头预计 在一天又19个小时之后可以clean 这时候大家就可以领出来看销到哪边 当然如果是对于区块链比较熟悉的朋友 是可以从Arbitron的合约来领的 但是这边要注意不要到错误的合约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如果你不会的话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大众的方式来进行哦 我们回到这次Big Ed Arbitron生态周活动哦 那这次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充值交易 那第二个主题是Lounge Pool 第三个主题是值押 这三大主题的总奖金是高达了2.5 Arbitron哦 那目前的活动时间是已经开始了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那第一个我们当然要先说大家最在意的充值部分哦 目前的时间点是已经出来了 会落在3月22号的早上11点钟 也就是没几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开放充值了 交易的时间会落在3月24号的半夜一点钟 那提现的时间是落在3月25号的半夜一点钟 那这都是台湾香港北京时间 因此Big Ed就举办了充值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表哦 这个表是说 如果你是在开放充值后的48小时以内来充值 也就是在3月24号早上11点以前 那你最高是有机会去获得1000个ARB的币 如果说你是在96小时以内来充值的话 那具体时间是在3月26号的早上11点之前 那你是可以获得5%的返游 那他会用BGB的方式还给你 接着不管你有没有拿到空头 都可以参加交易的部分哦 在交易对开放的同时 也就是3月24号的半夜一点钟之后呢 你可以来参加ARB竞买入交易比赛 这个的奖金池有10万个BGB可以拿哦 那另外呢 也就是在开放交易的同时 也就是在3月24号的半夜一点钟之后呢 也会有ARB交易挖矿的活动哦 那这个手续费有10%的返游 那返还的部分呢 会是BGB哦 那大家呢 可以留意一下这两个活动的细节哦 目前是还没有看到的 另外一个主题是Lunch Pool 总奖金池是来到了1.5万个ARB币 目前的活动是已经开始了 从3月17号就开始 除了一个BGB的职压Lunch Pool之外呢 那还有6个Arbitron生态项目的职压专场哦 我们来看一下哦 目前BGB开始是3月17号就开始了 所以如果说你是有BGB的朋友 就可以来到Lunch Pool的地方 那找到这个BGB之后 就可以把它职压放进去了 那其他的币呢 目前就一个一个打开 譬如说已经有GMX或者是有Magic 这些都是Arbitron生态圈的这些币哦 那都是有的 接下来呢 还会再开放两种币 分别是3月22号开放的Arvy New 以及3月23号开放的Grill 这两种币 所以如果说你首相是 起有这些币的朋友 就可以把币放到Lunch Pool的地方 那总奖金池是1.5万ARB 那其他分别的奖金池 在这边都写得很清楚哦 最后我们要讲到一个主题呢 是他们的职压的专场 那目前预计是在ARB的币开放 交易之后7天会开放哦 那时间也就是在3月30号的时候会开始 这边是说会有高APY的职压的收益 那预计会是100%以上的收益 那真的是还蛮高的哦 但是呢详细方案是还没有出来 所以如果到时候手上有ARB的币 也想要参加的话 就要请大家仔细看一下活动的方式 并且谨慎的评估 说到这边如果你还没有Bitget江户的话呢 就可以用Jennifer的推荐链接注册起来 我会放在影片下方叙述的栏位 那你最高呢是可以获得4163奖励金哦 那这边要提醒大家哦 中心化交易所并非零风险哦 但我们以过去的经验来说呢 Bitget的空头领取体验都还不错哦 所以呢这一次呢也看了他的活动 那是还蛮丰富的 对于有拿到空头或是没拿到的朋友 都有蛮多的活动可以参加 那Jennifer的影片呢不代表任何的投资建议哦 还是要提醒大家NFT或是加密货币 都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投资哦 请大家务必要评估自己对于风险承担的能力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希望说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